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粤港娱乐 二十几年前 如日中天的张国荣 用一句话捧出了古天乐 正是因为张国荣的一句说话 演艺界的大佬开始注意到古天乐 他因此在娱乐圈大展拳脚 并且凭借其阳光英俊的外表 成为当时无数少男少女的偶像 成名之后的古天乐并没有狂妄自大 而是秉承哥哥的志向 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 前后共捐赠了上八所的古天乐希望小学 被誉为圈内正能量的典范 而古天乐之所以这么热忠于慈善建造希望小学 是因为年少缩学之后有浪当入育的经历 令他深知多一间学校 或者就会少一座监狱 1970年 古天乐出生于香港一个四口之家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中学毕业之后 年仅15岁的古天乐早早就震入了社会 为家庭分担生活压力 那几年 古天乐做过快餐店的服务员 保安 销售 甚至卖苦力做过搬运工 在社会的底层默默挣扎 那时候的香港 黑帮文化盛行 古天乐都陷面不了被影响 好快认识了几个好兄弟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古画仔 在一次抢劫的事件中 帮忙放风的古天乐 被捉了 为所谓的兄弟意气 古天乐独自揽下了所有的罪责 浪当入狱 被判刑近两年 过一年他才十八岁 入狱之前 古天乐还天真地将女朋友 托付给对方照顾 结果现实远被电影狗血 女朋友很快和他兄弟在一起 古天乐第一次体会到了被背叛的滋味 七月之后 他决定洗心革面 他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又有往底的他 只可以做些最底层的工作 他开始后悔 如果不是撤鹤 他或者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古天乐开始接触摩托行业 开始拍摄广告和MV 结果出奇不意地走红 因此增入了TVB 凭借七色的外形条件 古天乐很快就被高层的领导看重 当然用了一年就打响了名气 所谓人控是非多 很快古天乐之前的黑历史 全部被爆出来 谁知而来的 便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今次古天乐没有逃避 而是选择直面过去 从此他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就算是跑龙套都兢兢业业 这样勤奋踏实的古天乐 被哥哥张国荣看在眼内 于是无论台前幕后 只要有机会 他都将古天乐挂在嘴边 极力推荐古天乐 他都没有辜负张国荣的厚望 95年他饰演了杨过 面如灌肉 眼若流星 亦正亦邪 在无数少女心中的八月光 之后古天乐佳作频出 和刑事偵袭档案里面 我行我素的《除非》 都创世几宗残忍编辞的张智力 再到尋尘记忠 搞怪瘟灑的汉笑龙 古天乐用征战的演技 画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萤幕现象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直到看到刘德华和古天乐的合影站位 大家才意识到刘清雲没有开玩笑 天乐 现在是老板 和以前不一样 这一幕发生在英皇电影 速力现场合影环节 一下就暴露了古天乐目前的地位 刘德华 刘德华 张学友 梁朝伟等天王影帝 都只能站在第二排 代表的是他们在港圈作为演员的影响力 站在第一排的是英皇老板杨修盛 八纳老总于东 华尔老板王中女等资本大佬 同样身为演员的盛龙 可以站在第一排 不单因为他是国际巨星 还因为他是英皇的股东 曾志伟真是TVB总经理 而古天乐不单只站大一排位置 还要比成龙和曾志伟 还要靠近思维 可想而知他如今的实力 现在的古天乐 不单只作为演员 在圈内是顶级家委 而且他还是香港演艺协会的会长 更重要的是他成立了影视公司 自己做老板 签了近一半的香港艺人 每月只出量就高达400万港币 正如他所说 之所以很有钱还这么拼命赚钱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养活帮自己做事的一部分港星 演员林雪曾经说过 现在香港拍的大部分电影 都是古天乐投资的 他自己拍的戏 也都是古天乐投资的 虽然古天乐才53岁 但是香港老一辈的演员都很佩服他 当然古天乐在港圈的地位 不单只因为他的财力 还离不开他为香港娱乐圈的付出 和次线方面的成就 香港演艺协会目前有800多位艺人 疫情期间 为了帮基层演员解决困难 会将古天乐四处奔波囚集资金 共计囚集3900万港币 连很多失业的艺人 都领到了9000元港币的补贴 不单止是这样 古天乐又为照顾港圈的老艺人 2018年 一代女神蓝结英在家里去世 彻底告别了 这个令他心恨痛苦的世界 但就连尸体都是几日后才被发现 但至这件事之后 古天乐主动站出来寻找他的亲人 承诺会帮他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 并且承担所有的费用 童年老气骨、盧海铭和李兆基 重病前身 一度想要放弃治疗 古天乐知道情况之后 立刻上门拜访 叮嘱他们要好好接受治疗 还拿出20万作为医疗费用 吴志鸿表示 在他最穷困撩倒的时候 只有古天乐伸出了援助之手 正因为这样 有情有义的古天乐 才会被众多明星当众夸赞 古天乐对于自己是尤为恶客 没有豪宅、豪车 至今还和父母逼在一套屋里面 就连通讯工具他还在使用一部09年产的滑盖手机 简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当然古天乐最令人佩服的 还是他在内地捐了137所希望小河 但是想不到被人说是做梳 甚至还要说他诈捐 这个绝对是古天乐面最黑的一次 当综艺节目上 随便何炯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揭开了古天乐的真面目 2009年 古天乐为了宣传新剧 登上了快乐大本营的舞台 但是何炯在节目中的一个轨动 直接令一路好脾气的他当场黑面 于是何炯带着一帮小孩来到台上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看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面孔 古天乐他开心不起 因为他做慈善这么多年 从来未向外界公开 直到这帮小孩的出现 才令一段陈锋已久的感人故事 浮出了水面 2009年 古天乐突然转战大萤幕 开始疯狂地接电影 不单止是这样 烂片广告商演 只要可以赚钱 通通来者不拒 连娱乐圈公议的老母刘德华 看到古天乐的工作长度后 都金拜下风 那几年 古天乐连续拍了几十部电影 其中很多电影的评分都低于6分 最差的一部只有2.9分 一时间骂声四起 都说他赚钱没底线 他还因此得了一个烂片之王的称号 导演杜奇峰 甚至在公开场合 百年汶川地震之后 古天乐就全身心投入到了慈善的工作里面 立志帮助更多的小孩 获得了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拥有改变命运的能力 正是他曾经拍摄的那些烂片 撑起了他这么宽厚的慈善善心 即使是做到这样 还是有人认为他是在做事 2020年 一条古天乐乍捐的帖 迅速引爆网络 原来在一座位于专义市 虾子镇的鸿江古天乐小学荒废了 仍然早已经没有学生了 于是有网友质疑 这间古天乐堅镇的希望小学 用了几年就被废弃 那他做慈善的意义何在 算不算是沽名钓鱼呢 但是真相 却是附近新建了一所设施更加好的小学 所以这里才废弃了 当地政府已经将这里 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很快又有人拿学校命名的事 来污蔑古天乐 说他每一所学校都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其实你用慈善帮自己打广告 事实上 用古天乐的名字来命名 一方面是慈善机构的规定 另一方面 古天乐自己都曾经表示 学校外场上有我的名字 出了什么事好找我 直到目前 古天乐一共捐建了139所学校 哪怕是疫情期间没有收入 他都依然捐了4家学校 18间医务室 15,050个水井 匣之大者 威国威民 原来他真的是那个沈雕大匣 好了 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订阅 和你分享更多的名人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